Ricky 可否分享一下你由足球员 轉變成足球評述員中間的過程 第一,我不是刻意想著何時退休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膝蓋傷了 令我想這個退休的方便突然間離開 因為我自己想著都會踢到我不行的時候才會收山 甚至乎都沒有想到這麼早我32、33歲便退休 其實我去到我足球28、29歲的時候 我自己認為我足球生涯可以更加好 但是沒辦法了,因為受到傷患 就可以影響到我的表現和我提早收山 其實那時候差不多收山了 都要想一下我回哥斯坦加,我就留在香港 那時候其實都不知道的 其實機會回哥斯坦加是比留在香港大 但是偶然昨天出現了一個足球節目 就是那個時候Keyman就邀請我 就去一個電台那裡 就一個足球節目,就像足球王 他說那個節目是趕足球的,純粹是星期、星期日 那個概念就是給那些的士司機看不到球 就可以聽球,看看戰果是怎樣 我的工作是什麼呢?就看著電視 那裡發揮得好一點 跟著就每一個segment那裡出來講一下 那那裡開始就去做這件事 就挺過癮的 其實我一向都很喜歡看球 因為如果你做教練,你不看球 就對你就不是那麼有幫助 你一定要看很多球 經歷過過程,想想才知道為什麼人家是這樣踢 這樣踢,這樣踢,這樣踢,這樣踢 那我一向都很喜歡看球 那就是那時候開始了 跟著那個足球節目之後就是 右線的世界盃,那個2002年 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中國國家隊和哥斯亞加都是出線的 那我就和中國國家隊米洛丁羅威都是認識的 因為那時候我打甲組,他都是踢哥斯亞加的 那我跟他熟的 那麼就又去了就右線去2002年那裡就去客串 去講一下球 但是就不是那些就是評述員去講 那麼那個球在哪裡,誰交給誰,誰說 不是,就坐在那裡都是偶然性 又是問一下你的意見,你是不是回答 那麼就覺得這場球怎麼樣 就做了整個世界盃 那麼就開始就對這件事就有點興趣了 又覺得就自己,咦,如果你說 真的那些中文好一點的呢,又可以,咦,想一下,廣播 又多喜歡做這件事 那麼就開始去做這件事 那麼就出現了就是NOW TV了 因為NOW TV就開始買就英超了 那麼當他開始買英超就當然有些收費的足球聯賽 那麼就差不多到這一刻都十四年左右了 十四至十五年了 就是有這個廣播經驗 作為足球評述員 你又有些什麼的心得 或者特別的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下的呢? 那麼就很有趣就是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呢 我不懂得看中文 甚至乎我的中文呢 如果說呢 又不是說真是這麼好 好過一個本島的香港人這麼說 如果你說表達的能力 那麼你說怎麼可以講波呢? 那麼有時候就是世事很難說 就是好像上天可以這麼說 就是他拿了你一件事就是 意思就是我傷了提早收獵 但是都給了你另一件事就是一個廣播的機會 那麼最重要就是背屬那些名字 因為我又要中文譯回去西法蘭文或英文 才可以講到那些球員的名字 最考起我呢 其實都是講到一些俗名 俗名啊 因為要譯名呢 那麼對我來說最難度呢 但是我又很幸運 很少可說的 最難度最高呢 就是譯名呢 都是譬如中國的球員 還有就是日本的球員 因為要譯回英文西法蘭文呢 有時候那個針呢 怎麼都是差一點 特別那些日本的球員 那麼所以呢 就那些名字是難一點的 那麼有時候俄羅斯那些球員呢 就因為比較長呢 又是呢 就有時候看著章子去讀啊 這個交給誰啊 這個寫啊 可能那個比賽快的時候呢 就對我來說是難度高一點的 那麼普遍來說都是講那些名字 那其實如果你說講 球壇呢 是吧 除了你說非洲 你剛才都提非洲了 其實我都幾熟悉整個球壇 特別美洲那些足球啊 還有呢 就南美洲自由杯啊 是吧 那麼我對 那麼加上那個資訊現在發達呢 其實就很多東西都可以 找到和看到 那麼呢 就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很自然 因為我都是來自 就是可以說中美洲啦 那麼譬如 我自己的廣播的風格 都是來自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心得的 都沒有說刻意去學 刻意去copy誰 那麼自己見到 講開心興奮就講了 是吧 那麼 盡量分析一下那個比賽 給大家聽一下 那麼就出現到一個 一個很鄭兆忠的風格 廣播 那麼就是這樣啦 哈哈 好 好 跟朋友 交給大家 不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